2006年12月13日,中国美术馆 作为俄罗斯年的重点项目,俄罗斯19世纪下半页现实主义绘画展在这里隆重举行 展览汇集了列宾、比罗夫、克拉姆斯科伊、瓦斯涅佐夫、西施金、萨弗拉索夫、列维坛等 想与俄罗斯乃至整个世界艺术史的绘画大师 这些作品对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美术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入的 在这一代画家中,想赵有平等成长为20世纪中国油画界的重要画家时 我们用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 其中的积极意义就表现得尤为明显 再有一个呢,就是向苏联学习 那时候说实在的,没有学油画的人没有可以看的东西 都是印刷品 所以那时候外文书店呢,就成我们大家伙 经常往那儿跑的一个地方 因为那儿有很多苏联出的一些普及的一些美术刊物 还有那个画册什么的 赵有平于1949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 是从徐北红、吴作人、爱中信等名师 早期因为他生长的那个年代正好是文革前社会主义 在中央美术学院六年的学习 深刻地影响了赵有平的人生和艺术道路 形成了他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和方法 成为他艺术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他对色彩的敏感呢 就比一般的画家表现得更强烈一些吧 学校派我参加那个赴西藏的慰问团 去那以后那当然是那完全是打开眼界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不拿油画眼睛去看他嘛 而且感觉那里头还有铜管是一种交响效果 所以去了以后在这方面的感受非常非常强 因为我如果没有西藏的这些经历 没有这样对他们的接触 我后来的画就是不可能的 他呢受到了这个苏联绘画艺术的影响 另外呢他也在这个受这个影响的同时呢 还也受到了这个徐月峰先生的绘画精神的影响 我小时候呢就看过他的作品 影响最深的是有两件 第一件呢是那个女委员 在611年62年这就开始运让画这个 因为一个是国家也要求 希望我们能这样一个是自己也有这种冲动 就是我第一张画的就是那个女代表 这个原型是谁呢 原型是我在那个农村 在他们的村子里头参加民主革命的时候 一个妇女代表 他们的辅射给我的感受是什么呢 是一种生命力 是一种生命力的美 同时一种地狱的一种色彩美 太阳都留在他们的脸上的感觉 不光是内容 西藏的生活给我提供了很丰富的东西 形式也一样 所以我坚信形式跟内容都是从生活里来的 形式不是自己瞎编的 自己可以有闯造 但是你就想吧 它一定有根 它的根就是生活里头来的 感谢观看 第二件呢是那个陆漫漫 陆漫漫呢就是他和李天祥先生合作的 表现了一个就是当时共产党人 在这个49年以前被囚禁的那么一个场面 那画面的意思呢 这就是这个宣扬共产党人的这种 坚真不去的精神 这是艺术与生活的全面交融 这是古典与现代的激情碰撞 竹叶清旧 中国油画人物质 绽放最真实的艺术人生 山花蓝漫是什么呢 是一种愿望 是一种期盼 所以他们两个领导人都去世了 这第二年呢就在纪念他们 世事一周年的时候 创作的 一种愿望 一种心愿 一种心愿的希望能够 能够国家走出一个路来 至于那个形式 合适不合适那没办法 这是我们当时的一种理解和认识 创作出来的 但后期呢 他可能对这个东西就有更深的体会 因为毕竟这一辈子的感悟 对艺术的感悟 对人生 对社会都有深刻的思考 1983年 赵有平受中央文化部委派 赴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 进行了两年的西方油画艺术考察 有人就提出了 我们学油画的人 见过油画原作极少 所以就有人提出说 我们可不可以出国 派人去出国看一看这些原作 结果他让我去了 系里也支持让我去了 到那去了以后呢 主要的两个给的任务是零画 零画完了 回来以后要交给国家 在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 他潜心研究西方的油画 并访问了欧美十国 他一边临摹世界大师的作品 一边思考着 对比着中西文化艺术 努力去寻找最佳结合点 我觉得是取其精华 所谓精华是什么呢 是为自己所用的 所以呢 我呢 主要是吸收它的色彩 其他的呢 我感觉就是 在那个表现手法的多样性上 有一种收获 他什么样的东西 进入了这个画家的眼睛 进入了画家的感情 他又以什么方式传达出来 他这种感受 了解这些东西 90年代初期 他做了一些新的尝试 在以西画的经验基础上 吸收中国画创作中的画理 画论 表现方法 和中国泼墨技法 大胆进行实践 创造出了一批 被他称之为虚像画的作品 先如意毕竟是一个课题 但是他到年一古稀的时候 他对人生 他对这个艺术 他都进行一些哲学 哲学意义上的思考 我以前画的可能是小说吧 是吧 情节啊 或者什么故事啊 或者什么 可能小说吧 我说后来我写了点散文 写了点散文 画点风景啊 或者是画点那个 那个什么庆典啊 什么一种像唱歌 像舞蹈啊 什么这样的一些东西 我说我现在能不能够 说是写诗了呢 人要到了七十岁八十岁的时候 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有的人干脆就说 赵宏平搞抽象的了 其实我觉得我挺冤的 我不喜欢抽象的 因为我感觉抽象的 为什么呢 我感觉他的承载的东西太少 这也许我是不懂 我反正至少我没到这一步 这个说实在的 我画这个虚像画啊 也是一种 挫发是偶然的 但是积累呢 也是必然的 挫发出来了呢 就是我听音乐 那是哪年的90年 听音乐 听那个蓝色的 蓝色狂羊曲 革石温的蓝色狂想曲 第一个乐章 让赵宏平感觉到 汹涌澎湃的大海 整个乐曲的气势 和对应出的色彩 使他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创作冲动 他也许想到了更深的 超越了这种 一些话题 超越了一些风格流派 往更深的地方去走 他总是新手相失的状态 因为你不能绝对控制他的走向 太具体了 你控制不住 因为他总在走动 可能把你的话 引导到另外一种地方去了 那你就把你的脑子里的感受 还有他提示出来的东西 把它结合起来 再往下画 然后我就很想画 我就冲出来 不管他那个 我就扎着胆子 就泼了 而觉得要是 表现大海的话 那种汹涌澎湃 那种感觉 我得想什么折 后来我就是这样 搞一搞试试吧 这完全是碰上的 但是终其是 greater 在哪里 这样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泼彩的实践过程中 赵有平不仅保留了油画色彩的表现力 同时已向中国传统的话理话论吸取营养 我就觉得那个石涛的那话语录里第一章是五道一以贯之 虽然是孔子说的 但是我感觉他非常准确地概括了认识方法 还有是做人的原则 一个艺术品其实就是一个宇宙 它必须得形成一个圆 不是说圆形 而是说它之间的关系要形成一个圆 然后有一些学生就报他的那个 作为他的学生 特别是在创作上 他指导的 这个创作的时候呢 学生一般搞创作 就是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所以他的那个画室的学生呢 因为他确实是轻力轻微啊 对学生的那个不管构图色彩 还有利益选题 他都是非常关心 五十多年的绘画生涯 赵有萍已经进入了随心所欲 不欲归的境界 他的虚像画正是融合了全部的人生经历 和大自然的完美史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